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表扬县内各企业140位优良商人 卓县长勤勉商业界把握契机 为彰化县与个人事业发展共创新局 我们在九年前立下的心愿 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完成实践 我们立下的心愿很简单只有两句话 因为大家的努力 可以奠定彰化百年发展的根基 可以成为彰化历史上进步最快的时期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基层建设 我经过去高中博委会 交通部的陈建宇 政务次长他告诉我 郑管你们知道吗 现在我们庄华官经过这回年的建设 我们庄华官已经成为台湾都会区以外 台湾我们都会区以外的县市 我们的交通最方便 道路密度最高的一个县 我们庄华交通上本丁正对 这是道路密度最高的一个县 第二个呢 更了不起的 是道路造势率最低的一个县 代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路平专案 还有我们县里守法 所以我们彰化是一个幸福安全的城市 对不对 对 所有外在的一切都没办法动摇 我们张华县所有基层商人们 大家对于事业的努力 以及对于自己的一副工作的使命感 大家一步一脚印 所以我们张华县所有的基层的 这些企业家们在着现场的代理下 提供这么优质的一个经营环境 也让我们能够安居热烈 苍明也是在商业界学习成长 所以我从商到从政 特别感谢到很多的薪金 在整个业界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在获学的学习的成长当中 获利很多 我自己感觉到张华进入最快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 百年之期也是当首相来奠定 因为中央肯定他给他很多资源 由于大家的努力 特别是在场各位的企业家 让张华成农业县 转化成工商大县 卓县长表示 九年来张华向中央以及自筹的交通建设经费 超过1500亿元 让张华成为都会区以外交通最方便 道路密度最高且造势率最低的幸福安全城市 经济建设方面也获得行政院招商卓越金牌奖 同时因应未来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 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 更需商业总会凝聚各方业界的意见 引领产业升级并迈向国际化 使张华现商业发展再创新局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道